穿越斗魔 绝星无风地露 召唤八大恶魔 没错 它们分别是月之恶魔骤蓝 山之恶魔不刚 地之恶魔地魁 雷电恶魔中速 水之恶魔巴上 火之恶魔圣主 灯之恶魔效果 天空恶魔系 不知不觉 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六年了 前世作为社畜的我 因为经常通宵加班 结果心等猝死 随之转生到了斗魔大陆 开局就被遗弃在圣魂村 被村长老杰克抚养长大 南城 该走了 来了 南城 别紧张 爷爷相信 你肯定能够拥有一个出色的武魂 成为一名魂师 杰克爷爷 我一定会重铸圣魂村荣光 让圣魂村的名号 响彻斗罗大陆 哈哈 那爷爷就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呵呵 毛豆梅长齐的小鬼 也敢大放角色 牛皮吹得震天下 可别一会查出 先天魂力为灵 那就一笑大方了 唐浩 你一天没个正行 大早上就喝得烂醉如你 南城有志气 有梦想 未来一定能成为魂师 比你这个烂酒鬼 强百倍千倍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 看不起他 等他能够成为魂师再说吧 小三 快过来 跟爷爷一起去参加武魂觉醒仪式 早去早回 别耽误了中午做饭 好的爸爸 小三 早啊 我跟你很熟吗 小三也是你能喊的 你看 今年的蓝银草开得格外茂盛 漫山遍野的 真漂亮啊 要是我的武魂能够觉醒成蓝银草 那是一件多浪漫的事情 蓝银草是什么垃圾 不过是随处可见的野草 一点用也没有 你竟然想觉醒这种废物垃圾 你真觉得蓝银草是废物 当然 莫名其妙 虽然楚南城态度友善 但是唐三能够明日察觉到 对方眼神中蕴藏的戏血 那眼神让他很不舒服 跟楚南城相处的感觉让他十分厌恶 就好像对方知道自己所有隐秘一样 该死的东西 已有屈私之道 在武魂分店 楚南城熟络的和其余几个孩子打了招呼 都是一个村子 抬头不见低头见 所以楚南城早就和他们混了个脸书 唐三一副冷傲的样子 独自一人 独立人的站在一旁 没有一个孩子和他搭话 他也不在乎 村里其余孩子看不起唐三 唐三自虚良事为人 同样巧不上这些孩子 他宁愿花时间自己修炼 也懒得浪费时间去和这些孩子打交道 时有牛羊才成群 真正的猛兽 向来都是独行 你好 尊敬的战魂大师 这次要麻烦您了 我时间不多 现在就开始吧 孩子们 战成一排 我叫素云涛 26级大魂师 武魂店巡查知识 也是你们的领路人 现在 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 记住 接下来不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害怕 不知道等会我会觉醒什么武魂 很快便轮到了唐三 武魂南银草 又一个废武魂 南银草是什么垃圾 不过是随处可见的野草 一点用也没有 你竟然想觉醒这种废物垃圾 难道他早就知道 我会觉醒南银草 所以早上才故意在我面前 说出那番话 哼 王八蛋 我希望如你所愿 你也觉醒南银草 至于左手觉醒的武魂浩天锤 唐三钻简的左手 并没有公之于众 身为唐蛮顶级因子 唐三自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底牌暴露出来 下一个 等等 我还没有测试魂力呢 南银草 一个废武魂 测不测试结果都很明显 好吧 还是给你测一下吧 先天魂力 卧槽 竟然是先天满魂力 先天满魂力 先天满魂力 就是武魂觉醒时 先天所能达到的最高魂力 十级 再想要突破 就必须猎杀魂兽 获取魂魂 不是 他凭什么能成为魂师啊 既然他都能成为魂师 没理由我不行 一定是刚刚测试出问题了 老天爷真是瞎了眼 真当自己是天才了 就是一条狗 修炼了六年唐温最高内功心态玄天功 恐怕都能有十级 什么先天 分明是后天满魂力 先天满魂力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不过可惜觉醒了个废五魂 下一个 定 检测到宿主即将觉醒五魂 大恶人系统绑定成功 获得新手大礼包一份 宿主获得五魂地狱之门 我的外挂终于到账了 我就知道 孤儿开局一定不简单 宿主做出系统认可的恶行 即可获得相应的恶行点 可用于兑换提升实力 还请宿主早日将您的恶名 反辩整个斗罗大陆 接接接 攻击以后攻守一行了 是时候 让本作给斗罗大陆一点小小的震撼吗 这是一扇门 这到底是什么武魂 好恐怖的气息 仿佛下一秒可能就会有一个暴力 凶残到极点的恐怖恶魔 会从这扇门里冲出来 别说了 我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不是 哥们你吓尿了 呵呵 别趴着 你先从地上站起来再说我吧 哦 哦